不過現在關鍵在於 時安風暴還不只這一莊 嘉義縣衛生局針對市面及食品 進行了稽查 結果發現臺九和超商 所聯名的一款雞肉沙拉 這驗出了遭到里斯特郡的污染 由於里斯特郡 對於免疫系統低薩的民眾恐有致命的危險 目前同日同批的商品 已經是全面下架 臺九方面回應 只有提供部分的原料 對於製程不清楚 衛生局要求必須要限期改正 超商販售的即時商品方便快速 尤其在炎炎夏日 更是受到消費者喜愛 嘉義縣衛生局全面積查 抽驗48件產品 發現其中這一件 桂花油醋肌肉沙拉 遭到里斯特郡污染 產品供應商是來自於外縣市 我們也已經給其他的縣市 去做進行後續的一些相關處置 里斯特郡以食物為傳染媒介 通常會導致腹瀉 噁心嘔吐等腸胃道症狀 對於免疫力低下的族群 嚴重者會有致命的危機 衛生局因此提醒 應該避免食用低溫保存的即時品 或是加熱之後再食用 里斯特郡在72度C以上就可以被消滅 那一般在四到跟10度C以下 它還是可以生存的 經過追查 這款桂花油醋肌肉沙拉 來自於新竹縣 是台九與超商聯名推出 台九回應 只有提供部分原料 對於製程並不清楚 衛生局已經要求限期改正 限期之後如果沒有改正的話 我們會處以3萬以上 至300萬以下的一個罰還 衛生局表示 這款商品有效期限 是在4月11號 目前已經沒有在架上販售 消費者可以安心 記得張俊榮綜合報導